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立法院對顧麗雄來說很熟悉 以國防部長身分 站上背群台倒是第一次 新官上任 似乎沒有三把火 送給官兵的禮物 以被托 這個其實在邱部長那天 就已經開始在檢討了 所以我們只是 在經過跟參謀本部 在討論 不把功勞全往身上攔 這說的規定 就是官兵出國限制放寬 過去強制一定得跟團 好掌握行蹤 未來將可自由行 出遊可以免麻煩 除此之外 過去官兵休假規定 應共軍擾台 2022年由前部長下令 正副主官不得同時離營 顧部長已通令 恢復常態 我們已經確定 有關於每天都要回報的 那個部分 你要把它廢除掉 也就是說有事再回報 我尊重原來邱部長的這個決策 我就不改變他 但我現在要求他們 就是說以後呢 我們就以起步的方式為主 官兵福利連發 以往休假 安全回報少不了 新兵更是抱好抱滿 顧力雄展現文人部長差別 在野立委也給推 您是文官上任 所以對您未來在軍中的 大刀闊斧改革 我們有很多的期待 肯定的該肯定 該改進的還是得改進 在5月30號的時候要求 軍團要發下 國防部全軍生育率調查表 那這個表格跟他的這個 核目的性的 看起來沒有辦法 能夠取得足夠的連結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文人部長上任守備巡 少了點黃埔位 多了些人味 送福利 穩軍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